一整箱剛煮好的水煮蛋搬下車 大夥分工合作 一一裝袋 要送給早起會 剛運動完的民眾 民眾一去排隊 開心領到糖心蛋 剝開蛋殼 當場吃了起來 補充營養 這個好 可以防疫一下 又可以防疫就對了 不錯就對了 這個可以吃就對了 你到現在難買啊 怎麼說的 買不到啊 買不到 又貴啊 又貴就對了 所以要拿康乃馨還是拿雞蛋 拿雞蛋 又要早餐 怎麼說 母親節這樣最有意義的 當然是蛋比較實在 不過兩樣結合在一起有加分 拿到雞蛋比拿到康乃馨還開心 市議員陳怡 連續兩年 在母親節前一天 都會起個大早 到中正公園找起會 分送雞蛋和康乃馨 今年準備了250斤的雞蛋 不到10分鐘 全都分送完畢 去年廣受好評 在早起會這邊發蛋 很多民眾都喜愛 今年跟去年一樣 我們繼續在母親節這一天 來發放蛋給各位民眾 今年碰到疫情 所有的原物料都上漲 包括雞蛋也是 大家都是一直要去搶購的 那今天大家看到蛋 大家都覺得很特別 然後都會說明年還會不會 原本我們的蔡司英委員 也是要來這裡 早起會跟我們 各位愛運動的朋友們 來祝福他們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送糖心蛋 遇上了疫情 吃雞蛋可以補充營養 母親節送什麼 看來雞蛋成了最夯的禮物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早